7月1日 早安 外面很熱 要求新 出酒店對面的7月 去做什麼 很想吃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的... 什麼什麼都市 這個? 我上網看人家說這個很好吃 等我來試一下 好棒喔!原來是即場做的 等我現在馬上試一下 好香喔! 嗯! 好香喔! 好香喔! 裡面是什麼呢? 是不是雞肉呢? 總之是肉,然後有一點蛇膏 好吃啊! 如果香港有就好 我應該每天都去馬來做做餐吃 之後又是我覺得每天一定要喝的 椰青水,椰青汁 我昨天第一天買了整塊椰青 但是我覺得 那45%去買整塊椰青 很不值 一來我們拿出去喝的時候 我們又不遲間吃不到椰肉 你說吃不吃到椰肉就值得 所以就這樣買一杯喝 這個就是30元 那現在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要先去搶錢 搶完錢之後 然後就搶到BTS 之後再去試飲 去試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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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說太幣了 搶完錢之後 就吃光了 吃到一張紙都沒有 哈哈哈哈 現在我們就在搶這個 這個感覺好可愛 然後剛剛那個司機在問我們 究竟要去BTS 去哪裡 之後我說 去CM那邊 之後他直接 當我們去那裡 之後 我們一開始說去BTS 他說150 之後我們說 120 之後他直接 打我們去CM 也是150 哇 好棒啊 這個 現在我們到了CM 然後剛剛 就在CM Paragon 下車 之後我現在 走到CM Square One 那我要去什麼呢? 我就去 其中一個 野食的地方 那個野食 我上網看 他們說 他們 當地人 還有 我們這些 旅客都會去吃 那裡有很多地道的 一些 餐廳 所以我都想去那裡 試一下 看看有什麼好吃 其實我想吃他們的炭燒豬鏡肉 還有 涼拌青 木瓜 鹹蛋 什麼什麼什麼 好像很棒 所以我們現在去試一下吧 好 我們到了這個餐廳 這個餐廳 就是這個 叫做 我不知道 這裡有一個名字 對 那是怎樣過來呢? 如果你是坐地鐵 就是BTS 直到BTS 直到BTS 之後去CM Square 那個出口 之後 穿的CM Square 轉左 出大路那邊 一出了 轉左 之後再走一會 再轉左 就是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 外面就是一個 Mango Tango 對 那 等著我試一下 看看究竟是不是很好吃 首先有人說 真的好地道 裡面的東西吃 那我現在就等位 進去吃了 好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菜單 那其實只有一張 這樣 就沒有了 那之後呢 我上網看 別人就說 一定要吃他們的 炭燒豬鏡肉 之後還有這個 木青瓜 涼拌木... 木... 唉 唉 覺得狗狗 涼拌木青瓜 什麼鹹蛋 什麼什麼 之後 然後 我媽媽就說 想吃一條魚 之後就叫這個 然後再叫這個飯 這樣 在你等位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點好 那進去就可以吃了 好 現在我們試一下這個 涼拌青木瓜 我覺得在泰國呢 真的一定要試這個涼拌青木瓜 其實有很多的前菜 沙拉之類 都只有這個 這些 有這個 的存在 然後他還有一些蝦米 有這個 鹹蛋 味道混在一起 好吃 之後就要試試 它們的燃燒豬鏡肉 它們真的很小 只有十塊 很大 我先試一下 炭燒豬頸要一半 它燒得很乾 所以沒什麼豬肉的味道 然後就試一下這個燒魚 其實我是不吃魚的 但我也想試一下 嗯 蠻好吃的 蠻香的 然後它的醬汁也是酸酸辣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平時是蒸的魚 我吃酒樓的魚是絕對不會碰的 我很怕腥 而且我吃骨頭 但它這個燒魚 它感覺到很香 肉質很結實 很好吃 叫做蒸飯 它的蒸飯一打開就是這樣 然後就拿出來 然後就放進碟裡 這個就是飯 它好像一個飯糰 很一般的感覺 然後就拿起這個碟 然後放進碟裡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啦 那就吃完了 我們整體都覺得 豬頸肉是不太好吃的 反而燒魚是很好吃的 我不吃魚都吃不到 之後的青木瓜就不用說了 周圍香港 周圍泰國都是很出名的 青木瓜涼飯 但也挺好吃的 這個糯米飯我就覺得很煙 好像是小塊 如果它很大塊的話 應該吃不完 小塊已經吃得很飽 走走走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然後就發現了一間專門吃抹茶的東西 然後我已經忍不住 去吃啊去吃啊去吃啊 然後就進來了 對於抹茶館來說 吃抹茶的一個地方 真的很吸引 然後我就點了一個抹茶石 就是這個 那就是有一個 這些叫蛋捲還是捲蛋 我記得了 還有一個抹茶雪糕 但是它這個呢 是有一點點黑色 然後這邊是綠色 但是黑色那邊 我不知道是什麼味 然後還有一點點抹茶的甜點 是不是呢 對 它的黑色這個也是抹茶味 但是為什麼是黑色的 它好吃啊 它混合了 因為你當你吃到 抹茶是那種苦苦的一種味 之後就有士多啤梨的 清甜清香的味道 然後蓋過它 之後兩種味就不斷地 挪回挪回 我覺得很有趣 那吃完這個抹茶呢 我們就來到這個 CN Paragon的一個 叫什麼 那個廣場 那這邊是CN Center 那這裡就是 CN Paragon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進去逛逛 走完這個CN Paragon 真的沒有東西逛 它裡面就簡直好像 中環Landmark 還有 尖沙最河剛性 全部是那些大牌子的店 那其實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 真的不會進去 我們也不會買 那所以呢 真的不用逛 我們現在就去CN Center 看看 好 我進到這個 CN Center 之後 發現了一些 真的我是年輕人會走的地方 就是一些 算是一些叫什麼 好像是這樣 關卡結像的感覺 зависit 感覺的地方 但比較像 кноп卡結像 更多特別的東西 然後我剛才看到這個 這個一個手大 手餅 很漂亮 這個是600克 但它真的很漂亮 它還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這裡 後我們在外面那些街邊擋 看到有這些 晃簡 然後我跟媽媽覺得這個很香 它是很清香的一個花味 不會太淡的味道 剛剛好 我覺得這個很好 之後我們就買這個回酒店用 在酒店裡用 走走走 發現了這裡有很多不同英文字母的杯 之後我就選了W...買回香港喝水用 這個很漂亮 這個有點凹凸紋 之後我這邊是零身 中間是磨砂 我覺得很漂亮 雙面都有 所以我決定買這個才290泰 即是50多港幣 好 進來買了三樣東西 買了1020泰 買了一個杯 一個手袋 還有一個盤子 好 現在我們走完街 就去CN Paragon 就打算去C-Live 東南亞一個最大型的4D水族館 就打算去看看圓宇 走走 現在就在找那個水族館 就在哪兒 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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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下面有魚啊,好害怕啊 我剛剛沒發覺,然後無端踩上去 我立刻向後彈了一下,嚇死我 哇,有個鯊魚啊 有鯊魚正在啊 所以在我腳下面 很近距離啊 牠只是在我腳下面 我覺得這隻魚很噁心 好密集恐懼症啊 好恐怖啊,牠們 我看到起雞皮了 好辛苦啊,我走了 所以現在這裡的燈光充足 我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C-Live的門票 我三個人買了2,970 那就是 包賣4D戲院和這個 水族館 然後這個水族館裡面 還有一個環節可以坐透明的船 船底是透明可以看魚的 那裡就200匹 我們三個人加上600多港幣 就是200多元就可以玩水族館 玩完那個戲院 所以都OK的,不錯的 現在就來到這個 Glass Bottom Boat 這裡就是 坐這個 透明船 船底是透明的 我們現在就進去坐 那就是要200匹 那我們三個人就600匹 現在就穿好這個舊身衣 就進來這個地方了 那等一下就在上面就好像 這個 這個船就是坐這個船 那就可以透過它的船底 就可以看一下 這個怎麼說呢 你腳下面就是魚 我也是拍給大家看 那個效果是怎樣 我都不會說 我看那個Poster 它整個船底都是透明的 但是它只有一個 很小的桿子 有一個玻璃在這裡 我覺得... 很高啊 我覺得不值 大家如果來到泰國的話 千萬不要玩這個 透明船 我覺得... 很無聊 床面那個船真的好不強 我突然被人強了 這個Poster 真的整條船底都是玻璃 怎麼知道只有一個很小的桿子 很小的桿子 怎麼看啊 我之後... 為了撫平我們的憤怒 我們現在馬上來了這個4D Cinema 那就是這邊進去 那現在下一個場是這個... 6點半 那現在是這個... 漫谷時間 6點15分 我們等到15分鐘 我們就可以進去看 好,我現在終於走完水族館了 看完4D啦 之後... 我覺得4D真的很廢 我覺得4DX那個... 它... 是卡通片來的 之後... 但是它的效果一點都不同 它只有一點風 椅子是不懂得動的 純粹在那裡 很喜歡... 之後... 然後... 畫質也不太清楚 很立體 有點殘影 我覺得不太好看 一般真的不好看 東套東套 這個... 泰國的東套 我先讓我試一下這個 東套 這個很甜 太甜了 台灣的酒很香 它這個很甜 嘩 好像吃了一盒糖 吃了一盒糖 原來鼻子很擴張 真的... 我們現在就在CM Square裡面 4樓 就在吃這個飯 我們就在這個建興旁邊 本來就打算去吃建興酒家 大約很多人排隊 但是我們已經很肚子 已經不想去排隊 它排得超多 超多人在外面 然後就看著它 旁邊的那間吃東西 但是我覺得 在泰國吃東西很煩 那些菜單一沒吵 你根本都不知道怎樣叫 就只有英文 它差不多道道素 好像差不多樣子 差不多那些字 之後... 完全反白眼 在那邊想 叫什麼 不知道叫什麼 然後它又沒有中文菜單 好累啊 而且頭又不清晰 我又不知道這個菜是什麼 真的很可憐 我覺得在泰國 對於我不吃得辣的人來說 是一個磨煉 辣到嘴都紅了 但是它真的辣得很好吃 但是呢 泰國的那些特色菜 就是當地的那些菜 它來來去都是那幾樣的菜 來混合 就是有蝦 有魷魚 有蟹 有蟹 有青木瓜絲 都是那些 然後那些醬汁都是酸酸辣辣 酸酸辣辣 其實都是這些 你叫什麼都是這些 但是它那些蝦呢 這裡呢 蟹和海鮮 它是半生熟的 即是六七成熟的 但是只有一點生的感覺 但是呢 很好吃 一點都不硬 很嫩 真的好吃 那我現在進了這間 等一座massage的房間 之後就要換上這件衣服 現在換衣服 那現在 我已經按完了 好眼睡好舒服 超舒服 按到呢 我睡到這隻眼腫了 好 現在換衣服 先出發 那做完massage之後呢 當然又要吃東西了 那我就來這裡吃這個 mango tango 一定要吃的 在法國 吃芒果 那我就點了一個 Yes mango and mango and mango 即是 新鮮大大塊的芒果 之後 還有一個是 芒果糯米飯 然後一個是 芒果霸天 不知什麼 哇 大大塊的芒果 然後這個又就是 芒果糯米飯 好棒啊 這個糯米飯呢 有些椰汁包著 好吃啊 真的有些芒果都好甜 但是呢 這糯米飯呢 就是這樣單 定吃的 好怪 要混合一些芒果 我一開始呢 我經常會覺得 芒果和糯米飯 怎麼配合 一個水果 一個熟成 但是真的 配合得很好 那吃完這個 Mango tango 現在就回到咚咚 回這個酒店 本來打算是 走完搭BTS 但是 現在都是曼谷時間的 11點多 應該BTS 就不是太方便 還有 都經過關了 所以我們就 打咚咚咚回酒店 之後 這次我們回去的咚咚 是130元 還會降價 他本來說200元 之後 我們過來的時候 都是130元 之後他們還給了130元 所以大家 在泰國的咚咚咚 可以討價還價 大家降價 可能降到100元 可以的 那你自己看著做吧 我們現在回到酒店了 好 現在回到酒店了 唉 眼睛突然中了 有點傷心 這裡 即 斬的時候會卡住卡住 希望大家洗澡沒事 現在就準備去洗澡 那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第二集的金窩遊泰國的話 就記得給我LIKE我啦 你們的LIKE 根本是我出片的一個動力 那如果你還沒訂閱我是新的觀眾 就記得訂閱我啦 之後如果還沒FOLLOW我的Instagram Facebook 微博就快點去FOLLOW啦 還有大家可以看回 金窩遊台北的第一集 金窩遊台北 那大家可以看回我 金窩遊泰... 泰國 看來很喜歡台灣 那大家還可以看回我 金窩遊泰國的第一集 那當然也可以看回我之前 金窩遊台北的那些系列 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